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日本软银集团强攻AI,不仅要发展AI机器人等应用。 旗下英国锡制裁IP大厂AMMOARM也将进军开发AI晶片, 立拼2025年春季,推出晶片原型,同年秋季量产。 软银集团AI事业斗志高昂,一般预料, AMMOAI晶片将由台积电操刀,为台积电先进制成接单,增添动能。 AI机器人方面,软银先前已与鸿海集团在人形机器人Pyper有合作经验, 加上鸿海集团旗下华汉在AI相关领域也有充沛能量。 业界高度关注后续软银与台湾相关伙伴在AI机器人的布局。 尤其华汉今年已布划AI大战略,将于日本、新加坡、台湾及欧洲设立AI研发中心, 要结合当地盟友,抢攻智慧城市、智慧制造及ESG三大领域商机引发关注。 日经新闻报道,安谋公司将成立AI晶片部门,目标为明年春季前打造出晶片原型, 并在明年秋季由代工厂启动量产。 软银也已和台积电等制造商磋商,希望能取得产能。 在安谋的AI晶片量产系统建立后,AI晶片业务可能从安谋分拆出去,置于软银之下。 安谋将支付可能高达数千亿日元的初期开发成本,持有安谋九成股份的软银也将出资。 这项AI晶片计划,是软银执行长孙正义,企图以10兆日元640亿美元推动集团转型为AI巨波的一环, 希望将业务扩级数据中心、机器人技术和发电,而能处理大量数据的AI晶片,是计划核心。 孙正义已造访美国和台湾的晶片重镇,并与预料将与软银行合作的各家企业主管会面。 软银计划最快2026年,在美国、欧洲、亚洲和中东地区,兴建使用自家晶片的数据中心, 同时规划建制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厂,并放眼新一带的核融合技术,以供电给数据中心。 软银也持续以自有资金,以及来自主权财富基金等投资人的资金,推动并购,总投资额上开10兆日元。 与此同时,苹果营运长Jeff Williams被爆料称,日前低调到访台积电,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进行了亲自接待。 双方主要讨论了苹果自研、AI晶片的开发,以及台积电使用先进制程技术生产晶片等事宜。 如若双方达成协议,仅今年台积电的收入就可能达到6000亿新台币,约186亿美元, 有望刷新起营收记录。 目前,苹果的多款晶片组采用台积电的300米工艺。 其中,A系列处理器用于iPhone,M系列处理器用于最新的iPad和MacBook笔电。 具体来看,苹果A17 Pro晶片用于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,它采用了台积电的第一代300米节点,也被称为N3B。 此外,苹果最新一代自研电脑晶片M4已经搭载于最新款iPad Pro,它采用台积电第二代300米工艺技术。 而新一波的封装产能和与台积电的合作,对于苹果自主研发的AI晶片来说,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 据悉,从5奈米晶片过渡到3奈米,晶片带来了10%的CPU效能提升,而GPU的提升则高达20%。 作为主要代工供应商,台积电与苹果多年来一直在密切合作。 即包下3奈米首批产能后,此次苹果高层逆访台积电是还为了锁定2奈米首批产能。 据了解,台积电正致力于通过两个新设备提升2奈米晶片的产能。 此前就有消息称,台积电2奈米制程设备安装加速,预计2025年量产。 这也吸引了苹果、徽达、AMD级高通等一众大客户增强产能。 苹果作为台积电2奈米晶片的主要客户,第一批晶片组预计将于明年在iPhone17系列上首次亮相,M系列晶片也将采用同样的技术。 而苹果之所以如此着急,与其竞争对手的大幅进步不无关系。 安谋公司的ARM V9架构于2021年首次推出,并于2023年迭代ARM V9.2版本。 基于此,打造的Cortex X4、Cortex A720、Cortex A520 CPU内核、IP被多款SoC晶片采用,获得市场高度认可。 近日有晶片行业人士爆料称,这一架构的全新迭代版本、效能、能效大幅提升,将进一步推动行动晶片效能升级。 据某数码博主5月下旬爆料,研发科深度参与ARM V9新一代IP Blackhawk黑鹰的架构设计。 预计天机9400晶片将搭载这一架构,有望再次凭借全大核设计,引领行动SoC CPU效能榜首。 海外调查显示,苹果日线发表的M4晶片之所以实现,CPU效能显著提升,主要归功于采用全新的ARM V9架构。 ARM V9架构的指令级更为优秀,支援可扩展矩阵扩展Scalable Matrix Extension,简称SME指令级,更擅长处理复杂任务和多任务并行处理, 使得苹果M4晶片表现出了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功耗,并实现Deekbench 6跑分突破。 据悉,目前联发科天机9300、9300 Plus系列晶片已采用Cortex-X4 CPU超大核IP,下一代天机9400晶片,不仅升级为台积电三代米工艺制程, 更将搭载Cortex-X5黑鹰超大核,CPU快取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,预计将于2024年第四季度推出。 同时有消息称,高通为了对抗苹果A18晶片,将已经定稿的下一代旗舰骁骁龙8 Gen4回炉重造,将最高主频提升至4.26G。 在架构选择方面,骁龙8 Gen4或将采用自研NUVN类盒,预计将于年内推出。 据悉,骁龙8 Gen4不支援RMV9最新架构以及新指令级,且不支援可扩展矩阵扩展SME指令级。 数码博主还爆料称,研发科新一代旗舰行动平台天机9400将采用台积电最新的第二代3奈米N3E工艺制程,采用的ARM最新的Cortex-X5超大核将由Vivo首发。 据台积电资料显示,与N5相比,在相同的速度和复杂度下,台积电N3E的功耗将降低34%,在相同的功率和复杂度下,N3E效能提升了18%,并将逻辑电晶体密度提高1.6倍。 至天机9400的具体参数,爆料称,即将由一颗Cortex-X5超大核,三颗Cortex-X4超大核,四颗Cortex-A7系列组成,其中Cortex-X5超大核工程样片频率为3.4G左右。 根据预计,天机9400将在今年10月正式发表,首发机型是Vivo X200和Vivo X200 Pro。 总体来看,在智慧型手机旗舰SoC晶片逐渐过度至300米制程的基础上,苹果、高通、联发科等各厂商从架构等方面比拼硬实力,继续保持效能升级, 最终必好消费者,为终端设备带来更好体验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